支付宝的用户过了1.5亿 消费者的数据和企业的数据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出问题 数据首先告诉我们出问题 第二个呢 我觉得世界也该出问题 等你发现07年08年整个世界各个论坛上的最红火 讲话最多那把人是什么呢 是银行家 到处论坛上出现的全是给你怎么做上市 你听见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怎么上市 怎么赚更多的钱 怎么赚更多的批你 奥姓指数号钱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反正卡尔马克思索已经参加了 然后人们对很多东西盼望太多的时候 在那一顶回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 2007年基本觉得世界可能要出问题 但08年是越来越明确 世界是第二个出问题 get ready for it 所以我们在08年做了很多的自己的改造 08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内部整合 准备我们在7月份给公司全体员工发了一封信 冬天要来了 这个那时候我们觉得7月份冬天了 本来是我们想给所有的客户写 矛盾了两三个月 要不要写 如果给客户写的话 明天大家很不高兴 政府也不高兴 人家包音会要看你还来给公司 当时给员工写给自己员工写可以写吧 但这封信当然肯定要流出去 我们也不得了很多的批评 但是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也承担着 会要往四大要求是 会要往企业高速发展 第一是开放 第二是分享 第三是责任感 第一是全球的眼光 所以责任感和我们的价值观使命感告诉我们 发现的问题一定会说出去 所以我们讲不出去 并没有后悔 在9月份出现了金融变化 有大堆的麻烦出来以后 所以你知道阿里人 阿里巴巴人工 可能是心中最无窃喜的一对环美 你看经济危机 哎呀果然来了 年初2008年我们07年10月份 融了那么多钱 成为了香港最大的股市公司 这个我们也很奇怪啊 股票我们13块5开始发行 冲到了40块 我们什么正确的事情都没做 那就跑到了40块 当然今年我们什么正确的 冲用事情也没做 它最低的掉到300钱 不是我们疯了 是股市疯了 对不对 你不要去找出这个理由 人脑袋里想的全是钱的时候 想的全是欲望贪婪的时候 这个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理解 所以我对股东们 我一直觉得 我感谢他们 但我不信任他们 为什么大家想想看 这最困难的 在你上市之前 他给你钱 哎呀给你钱 我一定会成为long term shareholder 每个人都promise 会成long term shareholder 但是在那一处 逃得最快的是他们 你马上卖掉 谁留的stay with you 你的员工 你的客户 所以这永远一点 谁跟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站在一起 欣赏他们 support他们 跟他们过来这边 所以我们07年 融得了那么多钱以后 08年大家都热血沸腾 08年的年初 大概24年的全体员工大会 集团的战略决定 就是08年是老鼠年 老鼠年是深蛙洞 广激凉 哈哈哈哈 做长不做长 不能做长 不能做长 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我跟我们几个同事还在讲 我一直在 我会写书 我会写书 这个写很麻烦 会书就会写 但是我特别想写的另外一个 就是以前我说的 21001个故事 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how not to be big 公司怎么不做大 怎么公司做小 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讲 20年以后 啃亮一个国家的好和怪 一个很重要就是 它的GDP是不是70%的GDP 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这个国家一般是health 不过这个国家的GDP的来源 低于70% 要高个注意 现在都是国企 大公司很麻烦的 为什么公司越大 在高速发展运转的过程中 是很难生意 原始社会是各自越大 肌肉越大越厉害 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各自 中国找出像姚明样高各自的人 我估计找个200个找得出来 但是像姚明样灵活的人 就这么一个 企业不是越大 你能更赢的 这全世界能够运营这样的形成很美很美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意思 所以我们那时候定处了做强做好不做大 大家一开始也是觉得举行难 但是后来灾难以来 我们说我们大概 那时候十几亿美金 再加上我们这样的情况 二十几亿美金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有二十几亿美金的现金 大概是中国前三个四个互联网公司的现金主席的总个加息还没有我们大 我们去年有很多就是不花钱 把这个钱现金为王藏起来 我们宁可 因为对我们来讲多一个人贵 但是碰上一只灾难可能是一点只灾 而且人最后悔的是 你看到了但你没办法最后还是死掉 所以我们去年是年初看到了危机做了准备 所以灾难一出来我们心中窃喜 灾难越大我们越窃喜 我觉得不是不负责任 我这次在真商的一个企业论坛上 很多企业大叫抱怨政府抱怨环境抱怨政府 那我说 嘿 干嘛 你们都是企业家 市场上有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居然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 来源谁呢 难道你的供应上没发生变化 你的客户没发生变化 你的竞争对手没有发生变化 你没有去想过发生变化 而你一直讲的就是钱 等眼睛你盯上全是利润利益 IPO融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去看客户 当然不会去看市场 当然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企业必须back to basic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好事 我一直认为这是危机 不是危机 在公司内部 我们今年年初已经确定 我们自己这么看待 世界经济最黑暗的时代 危机最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最黑暗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是2008年9月份 8月份的时候是最 地震来之前 你不知道有地震 人们还在跳舞唱歌喝酒的时候 地震马上到来 你不知道这是最黑暗的时代 现在经济危机已经爆发了 那不是黑暗 对不对 一条路上经常出交通事故 就不太会再出交通事故 所以我觉得 经济最黑暗的时代过去 但是最困难的时刻远远没过去 要恢复大概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以前的 以前Wonderful Days 2007年时代你忘掉它 也许这辈子不应该有 所以我在 有一次在北京在吃饭 有个老板是我们的客户 做菜 我说万元 我问问问看 经济什么时候会恢复啊 我们什么时候会好啊 我说下半年你们就好了 明年下半年就 这么快 我说下半年你就适应了 你必须随会吸引 所有的人还停留在昨天 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你不愿意放弃这些 所谓昨天的虚惯的美好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一个企业最后竞争的是 谁能够先生意这个环境 好的时候你怎么生意 坏的时候你怎么生意 所以我觉得呢 每个企业要学会适应 所以我对我这次来看 我现在来看 经济足迹开始好 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全世界哪有一次灾难 经济灾难 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高度重视 政府高度重视 企业高度重视 企业高度重视 消费者高度重视 这样的事情有没有碰到过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这条路经常出问题 这条路经常出问题 这条路经常出问题 你把所有人被眼睛盯上 还会出问题吗 什么都出问题了 什么时候是底 大家都说 远远没到底的时候 底已经完了 大家说 哦 到底了 你远远没到 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 大家不敢下手的时候 我说你底已经到了 那你不会再坏了 怎么可能今天再有 un expected disaster 你说你想象不了 那还有什么灾难出来 还会来吗 我回来了 谁先声音 谁先采取行动 谁先改变自己 改变别人比较难 改变自己比较容易 对不对 我们一辈子想改变老婆 不行 所以大家想清楚这个东西 就可以做 所以我想呢 对今天所有的人 学会适应 回到最基本的点 假如我困难 别人又比我更困难 我倒霉 别人又给我更倒霉 我要活不下来 谁都活不下来 所以我今天对阿里巴巴说 我们那么多钱 那么多优秀 一万多名员工 然后今天在那里 阿里巴巴要出事 中国还有几家公司 给我们